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篇第38章交集 到在刚开始来到传承宫殿时 罗锋的魔杀族分身就进入体内世界 而圆核则是在地球人本尊体内 罗锋体内圆核中已经凝聚为一颗金球的灵魂 此时这灵魂金球周围 飘荡着一丝丝雾气 正是罗锋的精神力 无数念里正在凝结一个个密文 大量密文传递进灵魂金球 就仿佛病毒传染似的 整个灵魂金体吸纳了那些密文后 就悄悄发生了很细微细微的改变 虽然改变很细微 可架不住不停的蜕变 一刻也不停 罗锋的地球人本尊 精巧巨兽控制力修炼灵魂 百炼成钢 一块铁经过一次次的锻造炼成钢 此刻罗锋的灵魂也是经历相似的过程 在修炼至高魔音密法的过程中 灵魂不断发生改变 不断蜕变 就好似废铁 变成金刚 罗锋的灵魂也是这么变化着 有点类似本尊天地 本尊天地是对肉体的一种改造 施展本尊天地后 肉体能够缩小 令肌肉密度 骨骼密度 灵甲等发生极具的提升 至高魔音密法中 占据九成九的基础篇 就是对灵魂的一种改造 施展这套密法 能够令灵魂控制幅度飙升 正常借助强者的灵魂 在保持暗器达到最强威力的前提下 一般最多控制一百柄暗器 正常借助身体 发力强度最多是一百倍 罗锋踏上第一百层阶梯时 念力振幅的幅度就已经达到了一百 这个传统意义上 借助强者的完美极限 而现在罗锋已经踏入三百六十多层 念力振幅强度就已经达到了三百六十多 什么概念 在刚来传承宫殿时 念力振幅强度是七十到八十 现在是三百六十多 翻了五倍 就好比 刚开始罗锋有一把枪射击 现在则是五把枪射击 念力输出速度是之前的五倍 等于是五个打一个呀 罗锋看着眼前不断延伸下去的传承阶梯 看着遥远虚空处 那座隐隐约约闪现的殿堂 想想都忍不住激动 虚拟宇宙 与香山的公共区 一座幽静酒楼的顶层 穿着金色铠甲的针眼王 斜着靠在沙发上 眼皮搭蜡着 整个人盈盈散发的一种压抑的暴露气息 整个顶层房间内都弥漫着这股气息 连酒楼的服务人员都吓得站在一旁 大气也不敢喘气一口 咽了一样喉咙屏息着 呵呵呵呵 真业王 一道略见奸细怪异的音效冷声 直接传入这顶房间 楼梯上走来两人 一人身体瘦得跟个骷髅似的 一双眸子就仿佛两团幽火 下巴上有个羊胡子 全针罩着一金色的大袍子 手中也是拿着两颗金色圆球 在手里不停转着 而在他的身后 则是跟随着一名帅气的少年 莫洛 莫洛虽然年纪很大了 可因为种族血统的关系 他身高不高 看似好似少年似的 来了 真业王瞥了他一眼 呵呵呵呵 真业王 你这次是找我弟子有求于我 在我面前别这副丑样子 金袍金术老怪 耻笑一声 便躺在一旁的沙发内 同时吩咐道 服务人员都出去 是 服务人员立即乖乖出去 整个房间内只剩下三个人 真业王 以及那没落 没落的老师 如果不是为我弟子 我才懒得见你 看到你我就恶心 真业王冷笑 嘿嘿嘿嘿 真是让我感到荣幸啊 金袍金术老怪 反而怪笑起来 这金袍金术老怪 在虚拟宇宙公司 也是很有地位的一位人物 也是闯过通天桥 第二十层 无比接近尊者级的存在 封号是 玉两王 这玉两王与真眼王 一直是死对头 二人天赋都很逆天 其中真眼王 以脾气直爽凶悍出名 玉两王以力气阴险出名 因为性格完全相克 真眼王坐视光明正大 玉两王阴险无比 所以二人一直都很仇视对方 玉两王 是将真眼王当成一生的对手 然而真眼王却总是很瞧不起玉两王 虽然瞧不起 可论实力 二人很接近 这二人都无比接近尊者级 在封王不朽当中 属于最巅峰的两人 两人各有所成 当然真眼王实力是能够压制对手的 却很难杀死对手 说吧 真眼王瞥了一眼 站在那玉两王身后的没落 你说你弟子没落 也去了魔山 甚至于见过我的弟子罗锋 告诉我 是什么时候见到的 什么情况 急了 金袍金术老怪 看向真眼王 哼 真眼王冷哼一声 他的确有些焦急了 因为之前 虚拟宇宙公司通知他 罗锋进入魔音山 已经有一年多 却一直没有回音 而魔音山作为 绝境级环境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遭受到一些可怕的魔音 不知不觉 就成了行尸走肉 正常情况下 那些天才们 偶尔是会进虚拟宇宙网络的 可罗锋这一年来 从未进虚拟宇宙网络 这就令虚拟宇宙公司怀疑了 是不是死了 自然就通知和罗锋关系最近的老师 真眼王 真眼王是知道罗锋去闯魔山的 得知虚拟宇宙公司通知的消息 立即发邮件 申请通话等来联系罗锋 可是却一直是毫无回音 仿佛罗锋已经死了一样 这种情况 有两种答案 一 罗锋已死 自然没法回音 二 罗锋正在闭关修炼 或者沉浸在某个无比重要的修炼上 不想分心被打扰 所以关闭了虚拟宇宇宙网络的接受 记赢了 金袍金兽老怪黑黑怪笑道 看来你的弟子是一直没有给你回音啊 其实没给你回音不一定就是死啊 说不定是在闭关修炼什么的 啊 金袍金兽老怪一拍脑袋 嘿嘿嘿 我辣糊涂了 你弟子是在魔音山 魔音山那地方绰绰有魔音 根本不能在一个地方停下 更加不可能说闭关静修修炼什么的 他不可能修炼 那么估计就是死了 真眼王脸色一沉 熟目金光紫色 爆喝道 一两王 我本来是要跟你弟子交谈 你硬是插手进来 我给你面子和你交谈 你别在这里叽叽歪歪 嘿嘿嘿嘿 急了 金袍金兽老怪一挥手 我的乖妥儿 告诉他 是 莫洛恭敬行礼 真眼王 莫洛也行礼 真眼王看了眼恭敬有礼的莫洛 心里不由瞥了眼金袍金兽老怪 这么好的徒弟到你们家 糟蹋了 嘿 金袍老怪 确实不屑一笑 你说 真眼王看的莫洛 什么时候见到罗锋的 真眼王 莫洛恭敬岛 是在一年前 一年前 真眼王皱眉 虚拟宇宙公司提供的讯息 也是大概一年前开始 罗锋就再也没有进过虚拟宇宙网络 一年 以真眼王漫长的寿命 一年实在太短暂了 可是在魔鹰山那种环境下 一年又太漫长了 我现在依旧是在魔鹰山中 莫洛恭敬岛 不过倒是一直没见过罗锋 哦 真眼王眉头中得更深 嘿 真眼王啊 真眼王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你那位弟子在魔鹰山中 曾经暗算过我头儿 金袍金就老怪说道 暗算 真眼王双眸死死盯着没落 我头儿罗锋暗算你 没落略微的紧张 别怕 金袍金柱老怪坐在沙发上 端起一杯果酒 挥挥手随意道 有老师在 这头猿人是没办法动你的 从头到尾如实说 给我如实说 真眼王盯着没落 没落深吸一口气说道 真眼王前辈是这样的 我比罗锋 早进魔鹰山一段时间 在魔鹰山中 也发现了一些魔鹰规律 所以就长期盘跟在 一片离幻兽泉 不算太远的区域移动着 那片区域虽然离幻兽群不太远 可是魔鹰强度不断变化 却比较容易推断 有一天 我听到幻兽吼声 我就知道 有人有招惹上了幻兽 莫勒深吸一口气 显得有些紧张 这种事情 我碰到过好几次 这次我也悄悄地在远处观察 可是 我看到那人竟然使用魔鹰藤 我立即猜测 这人绝对不是土著 宇宙级九阶的土著 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 玉主九阶的辅助 植物生命 莫勒说道 所以 我也处处帮忙 二人联手 总算打碎那头 换兽 然后我俩便立即逃窜离开 他见到我 立即认出我来 而后他便回原样 我一看 原来是罗锋 能在魔鹰山 见到自己人 我真的很开心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同时一道迅速逃逸 因为后面那头患者凝结后 会继续追杀 可是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 莫勒身体 隐隐在颤道 真眼王眉头微皱 竟然在我没有多少防备之心 和我一起逃逸的时候 他突然出手暗杀我 近距离下 我根本来不及防御 瞬间重伤 而后拼了命 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莫勒苦涩地摇头 其实在被暗算的瞬间 我就明白了 他恐怕是将我当成资格战的对手 现在除掉我 资格战的时候 就更有希望冲击原始秘境了 嘿嘿嘿嘿嘿 真眼王 听到了吧 金袍金柱老怪 阴冷地笑着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篇 第三十九章 罗峰的极限 真眼王 看了眼 乖乖站在那儿的没落 对这个原始秘境的天才 没落 真眼王其实是存有一定好感的 可是之前莫勒说的那一个故事 却是惹得真眼王眉头微皱 低刻道 你说的是真的 真眼王前辈 莫勒微微恭声 这事情在老师询问下 我才如实回答 除此之外 我并没有告诉其他人 哼 真眼王冷哼一声 走 都给我走 嘿嘿嘿嘿 怒了 真眼王你怒了 嘿嘿嘿嘿 金袍金术老怪得意大笑 莫勒却是微微欠身 真眼王双眸眉起 金光盈盈 嘿嘿嘿 我们走 金袍金术老怪笑了两声 凭空消失 那莫勒也是跟着消失不见 令整个房间内 只剩下真眼王一人 真眼王冷着一张脸 低横道 如果不是我和徒儿相处这么多年 恐怕我还真会怀疑 可是 罗峰那个小家伙 绝对是我诸多徒弟当中 信念最为坚定 做事最为干脆利索 最为有准则的一刻 和徒弟接触那么久 真眼王很重视这个小徒弟 心如镜 看清一切虚妄 心如刀 斩破一切换火 能够做到心如刀的一个人 做事是非常有准则 有底线的 这种人 骨子里也是极端自傲的 比如闯原始秘境 要闯就绝对会以真正实力去闯 绝对不是说暗中杀死对手 这种恶心手段获胜 徒儿 我相信你还活着 一定是在魔鹰山中 发生什么特殊事情 牵扯住了你 真眼王低声道 此刻在他脑海中 不仅掠过一个念头 魔鹰山 那三十二座传承宫殿 他最近刚刚得知 有一座传承宫殿 被未知生命占据 如果那未知生命 是自己徒弟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还真会乱想 真眼王笑得摇摇头 我这徒儿 幻见海能闯到 第十座岛屿才失败 那没落能活到现在 他也一定能 时间流逝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罗峰是完全沉浸在 魔鹰神将的传承中 一步一个阶梯 灵魂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一些特殊秘法 必须灵魂得到改造 才能施展 就如 罗峰老师 呼言博的魂印 也是必须灵魂得到改造 才行 灵魂 具有一些特性 才能施展一些特别的秘法 转眼 三年已过 摩山的岩石冰层洞窟内 一切杀戮 瞬间结束 呵呵呵 没落轻轻 舔尸了一下 手指上的血液 看了眼脚下的尸体 你一个土著 死在我宇宙巅峰天才手上 也该值得骄傲 如果不是为了那一万块黑色令牌 我才懒得对你动手 莫洛伸手 迅速抓过一条空间腰带 念里渗透进行探查 三十一块黑色令牌 莫洛脸上顿时露出一丝 狂喜之色 哈哈哈哈 我的运气还真是够好啊 莫洛激动的握起拳头 插三十块黑色令牌 这个土著刚好送来三十一块 再来摩山之前 专门购置的机械组武器 看来投资果然值得 虽然是一次性的 可成功击杀两名借主 也让我积累黑色令牌更容易些 一万枚黑色令牌 总算够了 莫洛双眸悠悠 进入摩山已经有三年半了 半年前就可以出去 就是为了这黑色令牌 熬到现在 想尽了方法布置陷阱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 莫洛微笑 笑容中有着一丝得意 这次在摩山中 从头到尾做的事情 他自己都非常满意 不管是摩山中 查探诸多形势 给自己安排最安全的环境 还是暗算罗锋 暗杀土著戒主 一切都很完美 没有人可以挡住我的路 莫洛轻声的念叨 我的老师也很愚蠢 阴险凶策 如果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阴险 那就不是阴险 而是愚蠢了 随即 莫洛当即转头 迅速开始踏上返城的路 返城很容易 因为在进入摩阴山的过程中 不管是土著还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殿下们 都会迅速记忆下自己走的路线 以强者们头脑的记忆 计算能力 按照曾经走过的诸多路线 汇合点等等 可以迅速在脑海中 形成一个精确无比的地图 凭着脑海中形成的地图 找到一条安全较劲的路线 迅速返回 当莫洛从摩阴山的其中一个洞口飞出来时 立即得到迎一执士们的恭敬迎接 莫洛殿下 莫洛殿下请 那群迎一执士护诉莫洛 很快一名白袍青年迅速来迎接 正是那曾经迎接罗锋的乙昌 莫洛殿下 白袍青年微笑带露 殿下能够在摩阴山中度过三年多 一场佩服 嗯 莫洛微笑点头 麻烦你带露 我已经搜集好一万枚黑色令牌 一万枚黑色令牌 白袍青年大十一惊 天哪 要搜集一万枚黑色令牌实在太难 因为即使那些花费大代价 购买了一级镭射枪的殿下们 也很难成功 因为一级镭射枪 只需要一个蓄能的时间 而这个蓄能时间 就足以令戒主强者轻易击杀他们 戒主和宇宙极九级 相差实在太大 所以 搜集一万枚黑色令牌 比生存三年 还要艰难 恭喜殿下 贺喜殿下 白袍青年 立即觉得眼前这个没落殿下 将来前途会更惊人 顿时更加恭敬热情 我们这已经很久没有人得到一万枚黑色令牌的奖励了 我听说 那奖励极为惊人 极为惊人 什么宝物 莫洛心中一动 我没权限知道 白袍青年压低声音 不过我听闻是很惊人的宝物 赶紧带路 莫洛也被弄得心痒痒的 是 当莫洛安全离开魔山 去得到那套宝物时 罗锋 则是在进行着整个魔山最大的宝藏 接受魔鹰神将传承 传承阶梯上 一层层阶梯延伸至虚空的深处 那一座渺小无比的殿堂 怎么办 快到极限了 罗锋站在第一千一百二十九层阶梯上 回头看了看 密密麻麻延伸往下的阶梯 又抬头看了远 更加遥远的阶梯 不由眉头紧锁 按照至高魔鹰逆点的讯息推断 我估计在接受一两百层的传承 就到极限了 罗锋有些无奈 刚刚接受传承时 罗锋就知道很多讯息 魔鹰神将传承 属于浩瀚宇宙当中 比较神秘的一个传承 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传承 对灵魂的要求无比的苛刻 对 是无比的苛刻 苛刻导 一万年来 一批又一批的传承者 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完整传承 能闯到这儿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不朽神灵 一个个不朽神灵都没成功 难度多苛刻呀 魔鹰神将传承 对灵魂要求苛刻 而融合血落精 是对身体要求苛刻 在哪血落世界 能融合十颗血落精的都很难找到 而金角巨兽却融合九十多颗 这就是身体细胞中某一特性极强的缘故 魔鹰神将传承 就是寻找一个灵魂上 极为契合这套秘法的绝世天才 假使有这么一个天才 能够从头到尾 就能成为宇宙中 独一无二的魔鹰神将 传承 对灵魂要求极高 而不朽神灵们的灵魂 个个都是经过借助到不朽的灵魂本质蜕变 所以 几乎每一个不朽神灵 灵魂都要比罗锋更强 而且是强很多 很多不朽神灵 困在第一阶段未满 部分不朽神灵困在第二阶段 虚致可数的神灵困在第三阶段 宇宙中还没有生命 完整冲过三个阶段 而罗锋呢 灵魂才是玉主九切 都没经历过灵魂而言 最重要的一个蜕变 借助到不朽的蜕变 所以 罗锋在灵魂方面 比不朽神灵的确是差太多太多 幸好经历过混沌城 混沌真灵融合 意志意识 控制念力又极强 这才冲到第一千一百二十九层 可是 一旦感到灵魂有吃力感 就代表灵魂已经融合其极限的九层了 这是传承中的一个信息 已经感到吃力了 快到极限了 我的极限应该是一千二到一千三百层之间 罗锋按道 而第一阶段是三千多次 自己的极限 竟然只能承受第一阶段的三分之一 没办法 这密法传承 本来就是给不朽神灵的 自己灵魂 才御主九阶就冲进来 能承受多少 才见鬼呢 怎么办 罗锋抬头看向前方 虚空的遥远深处 那渺小的殿堂 就是第一阶段的尽头 抵达那儿 就是初选者 可以得到初选者的奖励 可这座存在宇宙不知多少年的谋山 那么遥远存在留下的宝物 绝对不会差 可闯过第一阶段 才能得到 我离那殿堂 还有两千多层阶梯的距离 而我的极限 只能再接受一两百层 罗锋一边修炼 一边思索的办法 一行二用 只能让修炼速度略为慢些而已 不甘心 如此机遇 虚拟宇宙公司 驻扎那么多不朽在这儿 而这个地方 有一万换售聚集 这船程又这么逆天 这样的机遇 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 罗锋脑海中 迅速计算着 看着有没有办法 能够尽量接受到更多的船程 接受船程阶梯 一千二到一千三百层的船程 达到极限被迫离开 这是罗锋很不愿意的 可灵魂的极限 自己有办法改变吗 谢谢大家